当然,肚子一端,这个是最后的一些细节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当下面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的时候 你要跟着这个条规,来管理整个肚子 这些东西在传销里面很严重 你一做下去,整个肚子垮掉了,垮掉了,垮掉了 大,有大,有小,垮掉了 所以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什么新的主意 你要跟你的上线研究一下 上线毕竟比你有经验 他会想办法保护你的,不会害你的 所以真的是一大妈张很糟糕的上线研究 所以有些人,接着一团销,不需要卖东西吗? 汉毒水吗? 我刚刚Oxelia雷国币也回来习Marketing的 你以为我不懂卖东西 回来马上硬传单 一万张,卡了出,卡了出 丢,丢了,回来几盒 花了几千块用那个传单过后 卖到几盒 这个时候才会骂上线 你这个上线不好的呢? 我丢了传单一万张,才卖几盒 所以这个时候上线,你找跟我讲 这个模式是要,他要传品要分享才可以卖东西 这样子就可以卖东西的 因为他没有把文告啊 没有人知道你善逐水是什么啊 没有人知道你的业绩是什么公司啊 不同啊 所以,如果你先研究的话 你就不会浪费这个业统的钱了,明白了? 这招名是以前我们做过的 一下子,卡了出,我们已经几万张在新加坡 我说,哎呦,我那个长的 回来,真的是几几瓶啊 卖那个十多块的东西,很好笑 然后呢,如果有不好的东西 遇到什么 好像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消息的时候 记得问上线先,不要马上跟下线讲 下线是新人很脆弱的,明白了 那么这个故事在我们以前做很小的时候 看个订阅中 有一间卖灵脂公司的 我不知道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有一次,报纸灯,灵脂油都不可以吃 哇,灯到大大哥 因为以前的灵脂是种在那个断木栽 也把种在那个无聊的树啊 砍掉那个树,剩下那个木有根在地上 他们就种在那个木上面 所以那个灵脂的吸收率很强 他通过那个树木尸体啊 吸到地上的土上来 那个地方的工厂 一下子吃了过后,很重死 所以那个卖灵脂的公司的那个上线 就走个搞笑行动 马上就剪了那个新闻 硬了很多 传给全部下去 一下子全部都不敢吃灵脂 马上死到人 整个肚子 所以这些是不好的东西 不可以往下转的 要问上线怎么办 报纸灯这个新闻 电场也放去 怎么办 那我们要讲解决不会解释 不是马上就先一件 传下去不好的东西 毒死自己要下线 这个是例子 太多了 然后呢 不要干扰 组织上线、下线、长线 听得懂 因为上线、下线 一般上我们都是在地上线 有关系的东西 才跟他商量 除了提演技之外的 一概支持的不谈 除非你跟他ان党的交集 或者是亲戚关系 我们新加坡有些 这个是很烂用上线 上线 你要到公司了 在哪里 帮我买了 帮我打包 帮我打钞 帮我债孩子 你经过那边帮我债孩子 这个是烂用上线的地方 做一些无关的东西 会也会遇到的平衡 然后有一些就是 公益就是干扰的 有些妒忌心的 看到我现在做到很长 就放赌一下放赌一下 有的都有什么的都有 所以大家顾好自己主持就好了 不要去干扰自己家的 包括上线的 钱财分明这个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借钱 计划这方面尽量 不要有这个 多么有信用台式 会增长的 然后上线的情况这样 然后他们做产照也有讲过 一句话吃东西说 当然原则上是这样 不过当你跟那个上线 赚了多少钱出门的时候 让他请一两次的游戏 明白吗 大家不可以每一次每一次的话 他会不敢来的 这些偶尔有时候 特别是只是迎洗的 请请一下 重重一下 是迎洗的 尽量不要借钱 五十块一百块 整个组织就不够了 他会为了五十块一百块 不敢来就会爽 然后 这个我们讲的每次讲 不要够瞒你 这个很容易 今天你在这个生意里没有 未婚 未起 恭喜你 可以 在那边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两个一起在一间 很经常一间做这个 可以 可是今天如果你有了家庭 另外一个家庭 在那边如果有 碰到插出口罐就很糟糕 不管是真的两边都离婚在一起 整个组织会看着你的行为 过后 我知道DNG很好 我知道DNG这个系统很简单 放回出去就有点CASE 可是我就是不想 这个商店做这个事情 他就是这样子就不要做了 明白吗 所以他很有钱 很多啦 在很多CASE 我们看过很多 包括很多E公司 很多他们做的很大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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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有了